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自己觉得压力未够大 因为以往如果给自己很大压力的时候 是因为要脱衣服 几月几日有一场戏要脱衣服 事关我这次又不需要脱衣服 但又说要受这个概念 就是给自己的磅数 但这个概念好像有点太过虚幻 会不会陪你吃营养餐啊 女朋友 或者跟你一起贴身体都是一些情趣 没有叫她一起的 但是有游泳 有一齐游泳 所以都挺好 游泳 她都会游泳 你是教练模式还是男友模式 我永远都是教练模式的 我很认真的 看到任何人对游泳有兴趣的 我都很乐意去跟他们分享 但是最重要是 当然我们很懂得看眉头眼颜 我教学生全部都是我老板 只要她想学的一定说 她不想学的就非常好 自己继续游 其实大家都很关心Maple的近况 听说她都在找工作 希望快点展开新生活 不过因为纪录片出街之后 Maple的身份和过往经历 令她找工作困难重重 小方都很心痛女友被弹中 这个都是事实的 亦都试过收了信 是说请 接下来就说 不得了 当然有他们的理由 他们的理由 跟她说 因为她男朋友太出名了 不关她那件事 真的这么说 我当然觉得这个理由是有些荒谬 所以大家都知道什么事 所以不要紧要 我觉得每件事出来都有人支持 有人不支持 我觉得一定会遇到支持她的人 还有遇到好的贵人 有没有帮她联络一下 或者找工作 她有没有机会 那我没有 我觉得她自己本身都有做补习 还有有做翻译 所以其实她又不是很担心的 总之我对着她 我希望是一个 我做一个开心大使 我也是觉得是陪伴 需要我 我就做 我也是一个 幽默的人 跟我一起都是开心的 这番说话 真的听到都糖尿了 希望Maple 都可以在小方的感染之下 变得开心点 正面点 请大家subscribe comment 和likeviewonehk的youtube频道 再follow我们的ig 和facebook 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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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